纵观华夏历史,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过微浮四海, 深圳还宇的高光时刻,只有宋朝从一开始就被一族牢牢压制, 此后一直没有翻身,而这个让宋朝头疼不已的北方强国就是大辽, 他由契丹人建立,和中原王朝分庭抗礼近两百年, 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不同,他们建立的国家不仅幅员辽阔, 还有着非常完善的政治制度,并创造出了璀璨的文明, 连后世的史学家都承认其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, 专门为其著书修史,可是如此强足,后世却已经难迷踪迹, 他们似乎伴随着辽国的灭亡,彻底消失在历史的沉烟里, 这些人到底去了哪儿,如今我国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是否有他们的后裔, 建议网可以知未来,喜欢请点击订阅,开启小铃铛, 契丹如何建国,对于契丹的来历一直都是众说纷纭,争论不断, 这其实很正常,因为契丹早年过于弱小,中原王朝对他并不了解, 而他们自己直到辽国建立后才有了文字可以记录历史, 在中原王朝的史书中,契丹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东晋时期, 资质通鉴曾经提到过相关的内容, 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和历史资料,就很难对契丹的来历下判断, 有人说他是匈奴的后裔,也有人说他是鲜卑族演化而来的, 而根据这两年的研究,大部分历史学家逐渐倾向于契丹来自鲜卑的理论, 因为考证发现他和宇文氏有着密切的联系, 契丹出现的时间很早,公元三世纪左右就开始繁衍生息, 然而当时草原上有很多强大的游牧民族, 契丹只能在各个豪强的缝隙中低调发展, 规模一直不大,伴随着西晋的灭亡,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, 渐渐放开了对草原的掌控,这给了契丹发展的时间, 伴随着鲜卑,匈奴等民族的逐渐消亡, 契丹开始有了不俗的势力, 与此同时,另一个草原的主角,突厥也在迅速扩张, 并且在之后的争霸战中轻松碾压了契丹, 后者差点因此消亡。 好在突厥的野心膨胀后,把目光放到了中原王朝, 开始了与隋唐的对抗,武德充沛的唐朝随后消灭了不可一世的突厥, 面对这个来自中原的庞然大物,契丹表现得非常温顺, 很快选择了臣服,圣唐对真心归附的一族一向宽幼, 这就给了契丹发展壮大的空间, 在这个过程中,契丹逐渐成为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, 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政权, 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后,历史留给契丹的窗口期终于出现, 一方面他们迎来了自己天降猛男, 耶律阿宝基,另一方面强大的唐帝国崩塌, 中原进入了黑暗的五代诗国, 在耶律阿宝基的带领下,契丹统一了草原和东北, 建立了幅原辽阔的强大帝国, 在正式确定辽这个国号之后, 契丹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, 不再是游牧在草原上的一盘散沙, 而契丹真正起飞还是在辽太宗时期, 当时的后进叛将石敬堂为了成功谋反, 选择了内赴,任大辽君主作父, 同时割让了燕云十六周, 至此,大辽拥有了燕北的高渝之地, 并且对中原王朝形成居高临下之势, 让后者失去了最重要的屏障, 契丹人获得燕云十六周后, 将燕京定为辽国陪都, 后改名为南京西京府, 这片区域很快就成为辽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和赋税之地, 还为大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汉族人才, 与北宋的百年对峙, 辽太宗耶律德光获得燕云十六周后, 掌握了对中原王朝的绝对主动权, 此后的十几年里, 他多次发动侵略战争, 最远达到了如今的开封地区, 加速了后进的灭亡, 可惜耶律德光并没有守住这片区域, 面对中原军民的奋起反抗, 其部队多次陷入险境, 最后只能无奈收兵, 将边境线重新缩回到燕云十六周, 准备修整几年后继续攻法, 然而耶律德光天不假年, 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就撒手人寰, 让大辽失去了最好的进攻机会, 他去世后, 辽国连续出现两位昏溃无能的皇帝, 只能坐视赵匡印在中原的崛起, 公元九百六十年, 赵匡印发动了陈桥兵变, 搞了一出黄袍加身后, 成功建立宋朝, 在短短的几年里, 北宋四处征伐, 完成了统一大业, 具备了大辽抗衡的实力, 可惜的是, 北宋失去了关键屏障, 燕云十六周, 没了这片山地的阻隔, 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, 宋朝的步兵根本无力对抗大辽来去如风的骑兵, 因此哪怕国力更胜一筹, 军事上却难有剑术, 赵匡印虽然心心念念要收复燕云十六周, 但终其一生都没能做到, 而大辽在连续熬死了两代昏军之后, 终于迎来了辽景宗和萧太后, 辽朝自从辽太宗耶律德光, 在南征途中病逝, 挖空内脏塞满盐, 做成第八运回都城后, 就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皇位之争, 那些年, 叔叔杀侄子, 晋士杀主子, 杀到最后, 一个叫耶律贤的皇族趁乱, 登上了皇位, 他就是辽景宗, 辽景宗是个野心家, 辽朝皇室内乱使, 他一直在暗中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, 为日后夺权做准备, 其中, 契丹贵族肖斯温与汉人重臣韩匡寺, 是他的得力助手, 这两人还差点成了亲家, 肖斯温的三女儿肖绰, 是契丹贵族中有名的才女, 绰有轻盈柔美之意, 她的名字, 依说取自唐代诗人元枕, 曾经绰立式丹齿, 战蕊公花拂面之的诗句, 这两句诗, 暗含侍奉天子的意思, 但肖绰最初的未婚夫, 并不是皇帝, 而是韩匡寺的儿子, 青年才俊韩德让, 韩氏祖先原本是冀州玉田一代的汉人, 后来被掳为奴隶, 并得到辽太祖阿宝基重用, 及身辽朝权贵, 在内乱中即位后, 辽景宗迅速控制了大局, 并以联姻的方式与肖氏贵族结盟, 政治利益高于一切, 肖斯温的女儿肖绰, 只好放弃与韩德让的婚约, 被选为贵妃, 随即策立为皇后, 肖绰的颜值应该也很能打, 她备受皇帝宠爱, 短短十余年间, 为辽景宗生下三子三女, 宫廷生活并未禁锢, 这位年轻皇后的事业心, 真正的女强人, 也不会纠结类似于惯性权这种无聊问题, 她想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, 肖绰是一个大才女, 而她的丈夫辽景宗却是个病秧子, 辽景宗四岁时就亲眼目睹, 其父在宫廷政变中被刺杀, 受到了惊吓, 留下了心理阴影, 当上皇帝后更是积劳成疾, 演变成了封闭之症, 随着病情渐重。 她无法处理国事, 常年卧病在床, 只好由皇后肖绰主持朝政, 史书说, 行赏政事, 用兵追讨, 皆肖皇后绝之, 辽景宗拱手于床榻而已。 肖绰掌权后, 推行一系列改革, 任人不移, 信用必赏, 弃单社会经济, 文化不断发展, 年古屡风, 妻子实在太能干, 到了976年, 即位七年的辽景宗, 都想办理提前退休了。 她干脆下仗, 称今后皇后之言, 写为《镇纪语》, 并驻为定氏, 即确立了销绰摄政的地位, 宫中二圣并尊, 979年, 宋太宗灭北汉后, 一股作气。 兵进幽州, 结果在高粱和一战惨败于辽军, 自己乘坐着旅车百米加速往南逃, 留下一个大宋车神的传说, 当时辽朝的皇帝是辽景宗, 可她常年卧病, 事实上的掌权者是她的皇后肖绰, 986年, 宋太宗再次出兵, 一遇收复燕云十六州, 肖皇后晋升成了肖太后, 她调兵遣将, 把宋军的几路大军全部击溃, 之后带兵深入宋境数百里。 1004年秋, 肖绰和辽胜松亲率大军突入中原, 一路势如破竹, 打到蝉州。 然而这一次, 历史没有站在她这一边, 本来准备难逃的宋真宗在宰相扣准的逼迫下, 欲驾亲征。 站到了蝉州的城头, 宋军的士气大振, 在随后的守城战中, 射杀了辽国大将肖太兰, 主将一死, 辽军士气大将, 肖太后自知大势已去, 只能选择和北宗议和, 公元1005年1月, 两国正式签订了蝉渊之盟, 定下了宋辽的百年和平。 辽王后, 契丹人去了哪儿? 1031年, 辽圣宗去世后, 辽兴宗即位, 其生母法天太后效仿萧太后摄政, 这个法天太后是个没头脑的女人, 为了赢得支持, 她重新启用前朝被撤职的贪官污吏, 重用她的娘家人, 所以到了辽兴宗一朝。 坚定当权, 政治腐败, 百姓困苦, 军队衰弱, 国家已经这么衰弱了, 辽兴宗还是改不了好战的天性, 多次出兵攻打西夏, 此后辽国又苟言惨喘喘了, 这几十年, 直到天作帝即位, 和所有的亡国之君一样, 天作帝的昏庸, 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, 她成天在自己的宫殿里寻欢作乐还不够, 突然想起, 把附近几个女真族的酬长召集起来, 让他们为她跳舞助兴, 谁不肯跳就要打谁。 各酬长都惧怕辽国, 毕竟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 只有完颜阿谷打, 不肯屈服, 屈辱反而促使她更强大。 不久后, 完颜阿谷统一了女真各部, 起兵返辽, 和历朝辽国皇帝一样, 天作帝对自己的武力执迷之自信, 她心想, 你一个小小的酬长竟敢造反。 1125年, 天作帝兴致勃勃地御驾亲征, 讨伐女真, 结果, 被完颜阿谷打得落花流水, 至此辽国灭亡, 经过崛起。 辽国灭亡后, 契丹族人四处散落, 其中最大的一支, 是辽国宗室耶律大使所带领的部落, 中亚之间的地区建立起一个国家, 经过南征北战, 成为称霸一时的中亚强国, 史称西辽。 1218年, 西辽被蒙古国所灭, 那么, 契丹族真的消失了吗? 80年代, 在辽宁省复兴市的一个村庄, 一位叫叶长青的村民, 向政府展示了一份文物, 这是他家的族谱, 上书有耶律这个姓, 而叶这个姓, 正是源自于辽契丹的耶律姓, 叶长青所属的民族, 是大中国56个民族之一, 叫做达沃尔族, 达沃尔族一直有个传说, 几百年前, 曾有一支契丹军队, 到此处修编铺, 从此就在这里定居繁衍, 这支契丹军队, 就是达沃尔族的祖先。 叶长青的家谱, 和达沃尔族的传说, 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, 2004年, 科学家从辽墓里提取的契丹人的NDA, 和达沃尔族人进行对比, 用现代科学证明了, 解开了契丹人的消失之谜, 专家对契丹族的演变, 进行了如下推演。 在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的时代, 善战的契丹人, 被蒙古人派去四处征战, 因此几百万契丹人被分散四方。 幸而某些较大的族群繁衍了下去, 如生活在中国辽宁, 内蒙古等地区的达沃尔族, 才让契丹族的血脉, 没有完全从地球上消失, 如今达沃尔族在大中国的怀抱中, 和56个民族同胞融为了一体, 他们识汉文、通汉话, 享受属于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。